你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 那也蠻好玩的 它就像這樣子去做一個介紹 有沒有 就一層一層進去 對不對 比較不一樣一點 那其實你在操作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把它往後退 往後退 用滾輪往後退 你就可以看到 它當初大概是怎麼做 有沒有發現 可以注意到裡面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個東西就要看你怎麼安排 剛開始大家會不習慣 用這個用不好的地方在什麼 因為你沒有想像力 大家已經被微軟那個教得很乖了 知道走到這邊就會選感會掉下去 所以你都不敢走出它的邊界 有沒有 就這麼一張 所以你如果說習慣了 慢慢的你用這種方式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原來簡報還有很多呈現方法 我覺得用這個它也許 不會說完全去取代就是 我們所謂的微軟的PowerPoint或者 Keynote 但是它也很重要是讓你的想像力 可以再更大一點 事實上也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有些時候你在思考的時候 可以試看看用新制圖 它可以不斷的延伸出去 所以各位呢 如果待會呢 你進到我們這個Place的時候呢 可以去做那個 等一下它一樣會跟我們的那個簡報一樣會有範本 好 那這幾個呢 因為可能待會都要連線比較慢一點 那我就先給你大概看一下 它的幾張的樣子就好了 有空的話待會我再把它連過去 你看有很多不一樣的感覺對不對 跟我們PowerPoint真的感覺差很多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要請各位來試看看喔 你可以先把我們的這個 如果怕太慢的話 因為我怕各位會比較慢 如果不會太慢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假設你現在進去之後 你完全都是空的 你可以直接來這邊就是 這個 有沒有一個New Place 對不對 就告訴它一個新的 它會一樣跟PowerPoint一樣 給你一個範本 不過其實說真的喔 這個 這個 我通常 現在比較少用範本 什麼時候要用範本 沒有想到什麼好ID的時候就用範本 對不對 你有好ID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由發揮 就給你一張白紙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很好玩 那這個呢 你看這邊 它就有一些Sample給你了 有沒有 右手邊它隨時都會有一些新的出來 那麼 在中間這邊呢 它也有幫你做一些分類 這裡也有幫你做一些分類 第一 預設進來這個是全部的 全部的 然後專業的 有沒有 比較激勵的 還是比較照片式的 你可以找 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你比較喜歡的 我們可以選看看 比如說像 看一下 它有一部分是那個類似像新字圖的 好像新字圖的也蠻不錯的 像 好用這個好了 假設我要這個 你就直接告訴它 我要使用範本 OK 進來了 那麼 你進來了之後呢 其實我通常會比較建議各位 先玩看看 為什麼 因為你要看看 你只看到第一張對不對 你又不知道它是怎麼做的 所以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一個Present 你就先 播放一下 好 進來全螢幕了 那怎麼操作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最下面這邊 最下面 哇 你們看不到 所以我看得到 最下面不是有一個左右嗎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那你如果游標 就是你預覽的時候 在這個右手邊這裡 你只要滑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房子 你們 在這裡 這樣有看到 游標滑過去 那你如果按這個Home 就回到你的第一頁 那你加根幾大 你就放大縮小 好放大縮小 那麼你要移動的話 是從下面 最下面那個 最下面這列 有兩個箭頭 這樣直接做 好 直接去做 像我在這邊 我通常看到一個範圍 我就會先看一下 它大概是怎麼玩的 像這樣子 好 這個就到結束了 那我就把它稍微縮小 或者你按上面這個XX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先找看看 不過呢 找完了之後 如果說假設 你要打中文的話 稍微要留意一下 我們很少看到軟體或網站怎麼樣 敢支援 繁體中文 不支援簡體中文 這個網站是一個特例 你來這邊看 在這裡 因為它預設的話 各位 它預設你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打中文字的喔 你要來這邊改變一下 它上面這裡是不是有個叫信 欸這次 有沒有 信一般中文就翻這種什麼 布景主題嘛 所以你把這裡按一下之後 往下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中文 看到了齁 所以如果你要打中文 你要選這個 要選這個 但是 這個中文是繁體中文 不是簡體中文 好 它沒有簡體中文 所以大陸 這個不流行 因為不OK 事實上中文 雖然也可以打 不過有一個缺點啦 它目前 最大的缺點就是 中文字有缺字 所以等一下 我們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說 你以後真的想用的時候 那你要打中文怎麼辦 可以用圖片的方法 或者 把它改成英文 那 你點了這個之後 就可以打中文了 好 比如說我這樣一點 它會把你的布景主題 換成這個 你現在選的這個樣式 有沒有 你這樣點完之後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上面 你點下去之後 按一下編輯文字 這個地方 你的中文就是OK囉 有看到了吧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比較特殊一點點的 所以我現在把它換回原來的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字 就不見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不同的布景主題 它 能夠 就是只有中文的 就是一定要 換成這個 這是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可能請 同學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你先試一下 你增加一個 新的 選擇一個你喜歡的 我們等一下呢 一起來做看看 試一下齁 現在大家都選他 你自己心目中 覺得不錯的版本 的時候 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 其實做 簡報的話 主要就是什麼 大標 次標跟內文 有沒有 大標次標 請問簡報是不是 放很多文字 不太適合 好 不太適合 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那 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 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些字打不出來 我有打 本來是這樣子 簡報 示範 有沒有發現有吹字了 對不對齁 所以 這個我就拿掉了 我先暫時拿掉 好 那你看這邊 如果你覺得說 像這個是大標 然後你想要 字變大一點 小一點 就從這邊來做 顏色應該這個就沒問題 你可以自己去 從這邊去做選擇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四標題 你看大標題是這個顏色 四標題是這個 八題是這個顏色 你如果 預設不滿意 這個顏色怎麼辦 跟我們簡報相同 去哪裡改 去我們剛剛那個 布景主題那邊改 好 比如說你看這裡 我現在點到這邊 你看往下一點點 黃色 好 不要 我看一下 你們看不到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 Customize Current Scene 有看到嗎 在這邊 如果說你要 因為你一個一個改 累不累 累嗎 我就整個簡報 一起設成一樣的 就好了 所以 點了之後呢 它會進來 進到這邊來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背景顏色是可以改變的 在這邊 有沒有 背景顏色 你可以改變 再來 你可以下一步 這裡下一步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標題 好 比如說 我剛剛的標題 我想要變成這個顏色的 然後呢 標題是這個顏色 Body Body我想要把它改成 好 一樣就黑色 所以如果做好了 沒問題 這樣就OK啦 所以你待會 點到每一個 只要是什麼 標題的 有沒有 都自動變成這個顏色 剛剛那個最大標的 已經改了 我改另外一個 來 這邊 從這邊進來 大標 次標 我也改這個顏色 好了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可以看到這樣 這一個 這個顏色是不是就變了 本來是藍色了 現在就 全部大家一起變 也就是說 你要統一規格的話 我們就直接從那個 所謂的布景主題 信裡面直接去改變 這樣會比較快 雖然你一樣可以 個別再修正顏色 但是真的 一個一改總是比較慢一點 比較慢一點 所以 比如說我的這個主題一 你要講什麼內容 我們就把它弄進去 好 然後你的內文 你就可以打進去 那 萬一如果你有缺字的話 如果有缺字的話 有幾種解決方法 第一個 就只好打什麼 打英文的 對不對 打英文的 原則上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如果 你一定要用中文的 再加上 你可能想要怎麼樣 選擇 自己喜歡的事情 請問該如何解決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請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在給各位的免費 軟體裡面 有準備一個叫做 Photocap 你可以先找一下 有沒有打開這個小軟體了 都打開了 那這個是MIT的 這台灣製的 很不錯的 現在其實國中小都要用這個 這個叫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 Photocap 那這一段我先